说到赵薇,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,她曾是国内最红的女演员之一,当年因出演《还珠格格》火遍全国,成为家喻互想的女明星,与她一块成名的还有出演精索的范冰冰。 不过在合作完《还珠格格》之后,两人并没有成为好朋友,反而被曝私下关系不好,而且据说机缘很深,离之以来两人也很少见面,就连在采访中也没有提到过对方,据说是因为范冰冰曾欺负过赵薇。 不过直到17年后,赵薇和范冰冰迎来了世纪大和解,两人不但一块出席活动,关系看起来也非常亲密,赵薇花17年原谅范冰冰,却永远无法原谅骗她穿日本军契装的女人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很多人都有听说过,赵薇曾经被封杀过一段时间,在赵薇最火的那几年,赵薇不但被爆出穿着日本军契装拍照,而且还被传言说误打孕妇,被打的人就是周雪,周雪曾经是赵薇的好朋友,赵薇也非常相信她, 不过据说有人给了周雪一笔钱,让她骗赵薇穿日本军契装拍照,而且周雪还污蔑赵薇殴打酒店服务员,赵薇的事业受到了严重打击,想励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曾经的这位昔日好友了,对此大家是怎样?